昊然 妈 阿姨好 小小年纪 你就这么不要脸 谢谢 你最近跟少学怎么样了 就那样吧 我早就说了那帮人不靠谱 你非得跟他们在一块 你看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吃饭吧 这顿我起 搅拾一下 您菜上起来慢用 你最近不是减肥吗 所以我就点得比较少 怎么不吃啊 你不饿吗 那我喂你 没事了 我喂你 昊然 妈 阿姨好 小小年纪 你就这么不要脸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说我儿子最近怎么成绩一直不好 原来都是你缠着他 昊然 你跟阿姨解释一下 我 昊然你说 走 妈 就是她缠着我 他们家长什么意思啊 还专门找上门来 说什么放过她儿子 我是诗音的妈妈 我女儿是什么样的 我心 我心里不清楚吗 我跟你说要不是她儿子 比我花言巧语骗她 她肯定不会上你这个当的 您先别着急 这件事需要非常重视 所以我这次来也是了解情况的 他们家长这么做也的确不妥 不妥 什么叫不妥呀 他们家长太没有素质了 跑出来又哭又闹 闹得整个胡同人 所有人都听见了 我们家是女儿了 我女儿以后怎么出门做人呀 这缝约缝约传出去 我得丢死人呀 别喊了 还以前不够丢人哪 就是丢人呀 我是她的班主任 我坚信诗音是一个好孩子 绝对做不出出格的事情 所以你们也消消气 被给诗音太辣的压力 后面就交给我们学校来处理 你们看清楚 你赶紧想办法 还我女儿一个亲吧 诗音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 你说这孩子怎么能这样 这儿丢人呀都丢打了 李大妈 刘大妈 小雪 你等等 你跟诗音的关系好 千万别学她 小雪 你放学了啊 好 回家了啊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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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